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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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空琢磨我 不如想想这个 我们约定记号 刻意墙角树根 以此联络 是不是到了明天 我们就知道 大公主是不是真的和失踪学子 汐王案这些事情有关了 说实话 这一路过来 我也不确定大公主还是不是我以为的那个人 如果他真的与这一切相关 曹家与公主府这么多年往来 我又是曹家人 真要与公主府为敌 只怕我爹为难 我不会回去 沧阳看起来就不太平 危险就在前面 我怎么可能丢下你自己回去燕南 更何况 我还是不愿意相信大公主是这样的人 我一定要自己亲眼看到结果 万灯节就在明日 这些记号的样式和画法 大家都要记清楚 找到前门学子之前 事情必难顺利 须得谨慎行事 就算找到人之后 我看也未必能顺利返回明庸 既然牵扯到了皇室 回城宣经 说不好是福是祸 不错 夜深了 先各自安歇吧 我猜你应该睡不着 人心里装着事情 就难以入眠 既然如此 便不用费力去看 去转 先换旅换 为之欲 欲则祸不生 前路未知 我们只需做好准备 捡招拆招 拆得多了 真相也会招人若解 也非全无是处 想得多了 很多事情才能有自己的答案 别人告诉你的 终究是别人的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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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望你不要食言 温某从不食言 那就有劳公主了 夜已深了 公主还请早些歇息吧 落幕还太早了 来来来 一人一晚 这沧阳的鸭血粉丝 真是怎么吃都吃不厌 今晚就是晚灯节了 咱们今天从哪开始啊 我要和两位姐姐一起 两个人一对 那 那就曹姐姐 不是说花姐姐不好的意思 我是觉得季少爷 可能想跟花姐姐一对 选就选 你哪来那么多花 你这个人真麻烦 接下来去哪里 这么多人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做 就一直站在门口吗 当然不是 我们六个人都站在这里 太惹眼了 这家店铺对面正好有座茶楼 我和他就坐在灵窗那里 一直盯着门口 林街还有其他店铺 我们分开坐也不招眼 一直坐着 不错 我与楚瑜皆不认识季元红 坐在那里也是徒劳 我们去那里 如此一来 这两条大街都在我与楚瑜的俯瞰之下 若有什么异常 我们也能及早发现 我们就以灯为号 若是无事 我便挂白色小灯在塔外 若有危险便挂红色 若是有人出现便挂绿色 这毛巾怎么跟白水没什么区别啊 都已经冲泡了七八遍了 哪还有什么味道 我算了一下 这两条街 我起码来回了十遍 就西边那家卖糖葫芦的 小七都买了五次 五串糖葫芦 它也不嫌厚得慌 才五串糖葫芦 哪儿就能厚着 花姐姐 吃栗子吗 还有东边的糖水 你吃了几碗 南边的蜜饯 你又买了多少 哎呦 生活这么苦 当然要吃点甜 没有 甚至小七说 连野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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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 一个跟季元红模样身量相近的人都没有 啊 茶也喝完了 我和小七也该回街上去了 万一季元红就在这时候出现了呢 但愿吧 希望她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你说得对 我应该多信任她一点 去看看 呼叨 去吧 当初的帮助 放在水上 子女 还能积极 监制 按采访 换这个集团 乱 啊 帮你 我 等 然后,好戏开始。 慢点说,慢点说。 你们是想找放在这里的那些花灯吗? 对。 刚已经被人取走了。 这是一个年轻人。 看起来,看起来跟这位小哥长得有些相似。 是他,估计还没有走远。 我们分开追。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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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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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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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们追的是谁我不知道 但肯定不是我 我也是最近才接到这个任务的 郡主 该说的我都说了 我可以走了吧 我可以走了 爹 这个爹 这个是你要确定的 他怎么在哪里 就把印象打开了 Tok 这给你的 这一个就是在超速地 墓地都是自助 冒冒 冒冒 小爷我新买的糖水 你尝尝 喘口气 别那么看着我 搞得小爷好像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 我是真不知道跟着我的人是你 我还以为是 算了 这花灯你有喜欢的吗 我买一个给你赔罪 这盏灯不错 我要了 不愧是小爷我的朋友 等我 我们分头之后 我很快就追上了纪元红 正想喊你 却发现你随另一个纪元红而去了 那时小爷我就意识到事情不对劲了 赶紧给你留了记号 没错 他和曹小月走散了 正好遇见 便一起追着这个纪元红 到了红尹河 掌柔 掌柜的 半龙猪油脚尔 半龙梅花缸 打包 我本来是想和小七一起上船的 看看那甲剧元红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但身后人跟得太紧 为了避免父辈受敌 我和姚小七约好了 我来甩人 她在船面等我 没错 自从和你分开后 小爷我总觉得这背后 一直有一双眼睛在盯着我 不过不重要了 反正现在好玩的好吃的都买完了 我们也是时候回去 看看他们要演什么戏喽 啊 纪元纪 你可算回来了 再不回来 船就开了 诶 等等 你不是去甩尾巴的吗 怎么甩着甩着 把花姐姐给甩过来了 哼 我合理怀疑 你刚刚是骗我的 根本就没有什么尾巴 你分明是背着我 偷偷约了花姐姐去玩 这还要讨论 无非就是 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等等 姐姐 你不要帮纪元旗转移话题 如果不是去玩 她怀里抱着的猪油脚耳 和梅花缸 是怎么回事 放心 小爷带了你的份 客官您里边请 我们这就开船了 愿诸位在红颖河 玩得开心啊 我们的名字 仔细 也许位在红颗红颗 根本就有没有 做完 但是不会满费 画得很有名 所以在这些人 看他怎么会跟他 最有名的是什么 烤鸭角尔梅花糕 宣旨谈词无心愿 要说这前者吧 烤鸭角尔虽苏香 但别的府城也有 尤其是那宣经的鸭子 梅花糕虽甜美 但一直难独秀啊 咱苍阳真要发展 还真就得靠后者 景朝文房四宝之一的 苍阳宣旨 贵族世家最爱的无心愿 还有这特色取义谈词啊 而这三者 哪个能离开咱这红颖河 我记得早年 为了支持造纸和制造局的发展 红颖河上可不少水利风车呢 后来制造局没了 水利风车也因建造不合理 造成漩涡影响河道被废弃了 除了几个偏僻的入海口还有 都超干净了 不过咱这谈词还是要唱的 只要红颖河在一日 我们这些取义人 就靠它养家糊口了 来吧 好 来吧 来吧 你一个人跑这儿来吹冷风 不带着小爷 不太仗义啊 虽然你有苦不愿与小爷同寿 但小爷有福 还是很愿意和你共享的 这可是最大的一个猪油嚼耳 特意给你留的 快点吃 不然都被小七抢走了 谁喜欢你的猪油嚼耳 花姐姐心情不好 得吃甜食 传家 苍阳还有什么有趣的事 车来听听 谢这位少爷赏 那我便献丑 说个游船的客人 最爱讨论的话题 看能不能讨这位姑娘一笑 来我这游船的姑娘少爷们 常爱问一个问题 一般打好了 姑娘们都开开心心的 这位爷 若是这位姑娘和旁边这位少爷 一起掉进水里 你先救谁 救她 花姐姐 那这位姑娘 那这位姑娘 要是这两位少爷同时掉进水里 你 看姑娘这打扮是南唐人吧 水乡之地 泛舟摘偶弄河 应是常事 愿诸位在红颖河玩得开心啊 愿诸位在红颖河玩得开心啊 也不知道他糊肉里卖的什么药 已经不早了 东西都吃完了 他要是再不动手 小爷我可要上了 是红颖河 这里好像离沧阳越来越远了 花姐姐 我在 你 在 没事吧 你 你 没事吧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爺我一向不喜欢按规矩来 抓住你,你自然就什么都说了 方元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变成了1. arise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谁 传家不见了 传家和假机缘红是一伙的 假机缘红都逃了 传家不在 倒也合情合理 不过奇怪的是 既然他们是一伙的 刚刚传家 为什么没来帮假机缘红 没有风 好像比之前开得更快了 不好 是漩涡 后来制造局没了 水利风车也因建造不合理 造成漩涡影响河道被废弃了 除了几个偏僻的入海口还有都超干净了 不然就来不及了 快去划船 得在船备西际漩涡前离开 不然就来不及了 快去划船 不然就来不及了 已经来不及了 船架已经被人折断了 没事 离旋翁还有一段距离 这点时间足够我们把船拆了 拆一部分当讲 不行 我们都不了解游船的结构 如果直接拆船 万一触及骨干 引起漏水或者侧翻 那样恐怕还没到漩涡 我们就先结束了 那怎么办 赌一赌还有点希望 什么都不做的话 划船不靠墙 光靠浪腿 直接进漩涡 就此一生 什么 花姐姐 这个结构眼 你可不能和机缘起一样 不管不顾啊 这倒是个好办法 小爷我双手赞成 好 我相信花姐姐 好 他在被漩涡器聚之前 牛到岸边 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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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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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ues esp 개 肯定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前面露黑 戴盏灯吧 小爷我这儿 正好有翼盏 小爷我这儿 这盏灯... 万灯节一人一灯 你的那盏被人抢走了 哥哥这盏给你 我已经习惯黑夜了 不会害怕 我已经习惯黑夜了 不会害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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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担心你们出事便一路跟着 我与你兄长是分头行事的 如今我相信他也是安然无恙的 但眼下虽脱险 却也只是暂时安全 尚需谨慎 这种手段我们很熟悉了 这也是我和其他前门学子 要假死藏起来的原因 假冒我引你离开的那个人 与暗中追前门学子 想要将我们置于死地者 可能是同一人 暗中追着我们的人 没什么 你们先去红颖河和朋友会合吧 我就不过去了 带你们解决今夜之事 明日我们苍阳客栈见吧 你们保重 我先走了 灯 灯 不要吗 等什么 灵鹤花灯 灵鹤花灯 奇了怪了 三队人马分开 你们每一队都还捎回来一个 灵鹤花灯 别看了 萱师兄从暗道出来就这样 也不知道他在里面看到了什么 没错 有人引我们进了暗道 还造了暗箭 是 环瑶救了我们 无妨 既是你朋友 这一件就当是我还你的 我追贾君元红追到了山上 遇到了银寿镇 是白蕊儿带着护卫来的及时 还是晚了些 若是能早一点赶到 或许就能阻止你们 被贾君元红分开了 也就不会遇险了 已经很及时了 对我而言 我没想到是你救了我 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 我一直担心你们 处理完白家的事就赶过来了 还好 没有太迟 我和他上了船 差点被淹死 还好小爷我水性好 看来 我们被贾君元红分开后 都遭遇了意外 甲纪元红是大公主的人 但意外与大公主无关 你们遇见了真的纪元红 确实有人利用了大公主的局 大公主打 别乱动 碰坏了伤口 本小姐可不会再帮你报第二次了 此刻大公主便在苍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